可能你会讲 这个时候是要买车哦 但是很多人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他们还是要必须买一辆车来代步 但是因为预算不高的关系 所以他们只可以去选择一些 国产的X segment车款 例如说 Proton Saga FLX 还有这个ProDual的Asia 因为这些车款的售价 不会太贵 但是因为你买二手车的关系 很可能这些车款的warranty已经没有了 买二手车你自己多少要花一点钱去维修 所以今天我们的影片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款车 Saga FLX 还有这一个Proton Saga的一般零件维修费用大概是多少钱 让大家做个参考 如果你真的打算买这两辆车作为日常代步的话 那么你千万就不要错过这一期的视频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Asia Asia这款车其实是马来西亚市场非常热门的小车 当时他刚刚推出的时候 全马来西亚等车整到疯掉 我的家人在当时也订了一辆Asia 他等这辆车真的是等了6个月才拿到车 而因为很热门的关系 所以目前市场上你看到这个二手的Asia其实是非常的多的 它采用的是1.0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是67HP 峰值扭力91Nm 至于它的变速箱有五速的手排还有四速的自排变速箱可以选择 但是市场上可以找到的都是四速自排变速箱比较多 因为自排方便开车嘛 因为低油耗和低保养的关系 所以非常多人买Asia就是为了简单的日常代步 另外也有很多人买这台车来做Grab等等 如果你要买Asia的话 记得找相熟的汽车维修技师或者是对汽车比较熟悉的朋友 陪你一起去看车 如果你看到这个里数比较高的Asia的话 那么它可能要维修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另外你也不要因为这个里数低你就感到开心 因为可能有一些车主在卖车之前他们会去找人把这个里数调低 这个也是一个现金啦 所以你就要找对这个汽车比较熟悉的朋友或者是技师帮你去检查这辆汽车的状况如何 你才来做决定 一般上如果你买的二手车有问题那么在成交交车之前 二手车商通常都会帮你把这些问题给处理好 但是呢因为你买的是二手车 车铃已经老了 所以日后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零件老化需要更换的情况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做了一点的功课啦 就是列出了几个可能会遇到损坏零件的这个价格让大家参考看看 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Perdua Asia的Engine Mounting 价格 这个Engine Mounting的价格啊大概是在1000-1200令吉之间 如果你找到这个非原厂的零件呢它的价格会更便宜一点 但是呢 你要选哪一个零件就看你自己的预算还有你的选择了 另外这个价格是不包括安装零件的费用 如果包括这个工时啊这个费用啊大概是300多400块 加起来大约是1500块左右 再来 Asia的Engine其实是采用这个Timing Change的设计 所以你驾了一段时间过后啊你不要担心你还要花费一笔费用去更换这个皮带 但是实际上这个正式链也是有它的使用寿命的 但是正式链的使用寿命很长啦 大概是20万公里左右 所以可能到你卖车了这个正式链都还没有到需要更换的地步 我们去找了这个正式链的价格啊 发现 竟然找不到 如果你知道这个Pelodua Asia的正式链更换要多少钱的话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最后就是这个引擎的Top Overhaul 引擎使用久了之后难免会遇到一些 积碳啊还是其他的情况 在这个情况下它就可能会影响这个车子的性能还有车子的油耗表现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最好就是让车子的引擎去做这个Top Overhaul 这个做Top Overhaul它的这个工钱啊加上零件的更换费用大概也是1000多令吉 其实不会太贵 你在做了这个维修之后啊你的车子可能还可以再使用一个三年到五年 才会再遇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还是相当值得的啦 这一个也是你买车子的时候你必须计算下去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这个车子的消耗性零件 像是这个刹车皮啊 还有这个轮胎等等 如果你采用的是AZIA的原装轮胎14寸的话 那么这个轮胎每一条的费用大概是120块到150块之间 想知道更多轮胎的信息呢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这里有我们之前介绍的Air Segment车款轮胎推荐影片 接下来就是刹车片 同样的刹车片也是在120块到150块之间 在这个消耗性零件上面啊 AZIA的零件价格不会太贵 算是比较清明的 第二辆我们要讲到的车就是这个Saga FLX 或者是Saga SV 再或者是Saga Plus 因为它有一个微向的关系 所以它蛮受到这个有家庭的消费者的喜爱 因为一家人出门它可以载的东西也比较多 可是你在买这个Saga的时候啊 你要注意的细节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 例如说这个Saga的Punch CVT 根据我们了解这个Saga Punch CVT的这个Stat Crush 时常会遇到问题 如果这个Stat Crush 出现问题的话 它可能会出现这个CVT打滑的情况 所以你在买车的时候 你试车遇到有这个情况的话 那么你可能要找下一台的Saga比较好 第二点同样要注意的是这个CVT的变速箱油 还有它的滤芯 也就是Filder 这个CVT油还有这个滤芯的价格 其实也会比普通的这个自排变速箱贵上一点点 如果是这个变速箱油啊 它的这个原厂价格大概是300多块 会比这个Asia的480贵一点点 但是呢你可能你去到外面的维修店啊 价格也会便宜一点点 再加上这个滤芯的话 一般上更换这个变速箱油 还有这个滤芯的价格大概是500多块 这个是我本身的经验啦 因为我本身也是开着这个变速箱的车款 每一次的更换那个滤芯还有这个CVT油 应该也是五六百块跑不掉的 这个是你比较需要在意的地方 因为这点确实比一些这个自排车款的 更换变速箱油费用再贵一点点 还有就是根据我们向车主了解啊 这个Proton Saga FLX的这个Engine Mounting 也是比较常出现问题的地方 但是它的更换费用呢 跟这个Proton Saga相比会便宜了不少啊 它整套这个Engine Mounting 加上工钱的话大概是1000多令吉 甚至有可能在1000令吉以内 但是要知道详细的价格啊 还是建议各位 去货币三家多跑去家维修中心 问问价钱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价钱 因为是精明的消费者啦 所以做这一点是非常需要的 再来这个Saga采用的Camport引擎呢 其实它采用的是正时代 Timing Belt的设计 所以大概是每6万到8万公里 你就必须去更换这个正时代 这更换正时代的费用呢 大概是350令吉左右 如果你打算买一台车来代步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注意它的理数 看看是不是需要更换正时代的 这更换正时代的费用 严格来说不贵啦 但是如果常要更换的话 对你来说应该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而是麻烦 接下来的问题其实和这个Asia也一样 引擎使用久了过后 难免会遇到鸡碳啊等等的情况 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个情况呢 代表着这个Saga的引擎 可能也需要做这个Top Overhaul的 这个Saga引擎做Top Overhaul的费用大概是 800多令吉到900多令吉左右 其实严格来讲也是会比这个Asia便宜一点点啦 最后要讲到的就是轮胎的 其实这个Saga FLX 它的轮胎尺寸也是14寸 所以它更换轮胎啊 刹车片等等的费用 其实和Asia差不多 但是有点我们要知道的是 很多人买Saga是来当家庭车用 所以车主在买了车之后啊 可能会更换尺寸大一点的轮圈来获得更好的稳定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更换轮胎的费用可能也会再高一点点 所以车主呢在买了这台车之后 可能会去更换尺寸比较大的轮圈 如果以15寸的轮圈来说啊 这个轮胎的价格大概是170块到200多块之间 最后我们要讲这两辆车的重点就是他们的油耗啦 在Asia 方面 因为车身比较轻 加上引擎效率比较高的关系 所以它的油耗表现其实还不错 至于在Saga呢 因为这个 引擎还有这个车身重量比较重的关系 所以它油耗表现 自然是没有Asia 那么好 所以这两辆车怎么选车 就看你是在意这个油耗呢 还是在意这个空间表现 有得必有失啦 所以看你个人需要什么才是重点 如果你只是买来日常代步去上班下班 那么Asia 可能就是你的选择 如果你还要考虑到你要再家人出门 或者是再比较多东西的话 那么Saga 就是你的选择了 如果你最近打算买一台便宜的 国产A-Segment 车代步的话 我希望以上的information可以帮助到你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最近打算买一台便宜的A-Segment 车款做代步的话 希望以上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哦 还有记得要多多留言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